李宗盛 李宗盛 心脏肿胀导致死亡属于疾病宝宝 心脏肿胀是Cardio Megali 一个人的心肿就是因为你有血压膏 你有长期的血压膏 为什么讲长期的血压膏 血压膏的意思就是 那个心脏要Bump更大力 把那个血通去全身 所以当那个心脏一Bump一Bump 它越Bump越大力 到最后对不对 那个心哦 因为它overwork 它脏肪就会大咯 好像你的手腕子 你天天练 你看你是练右手 你的右手是大过左手的 他的脏肪大了过后有个问题 他的脏肪会衰竭 就是讲脏肪会弱下来 他一弱下来就会导致心脏衰竭 就是心脏弱了 因为虽然是大 但是他没有这样多力了 他已经弱了 所以会导致死亡 是不是疾病保险 心脏肿胀是不是疾病保险 其实严格讲起来不是的 因为在三十六症疾病 在疾病保险里面 大概有四十多种 所以有七八种 是跟你心脏有关系的 就是心脏阻塞 心血管阻塞 心变 心变坏了 或者是心脏病 这样子可以 但是如果心脏肿胀没有导致心脏病 这样心脏 心脏 不是 心脏 这样他是不属于 critical illness 你知道吗 但是心脏衰竭 我们要看一下你的法律 因为每一个保险公司的 他的那个 有小小的不同 啊 嗦 是 看contract 我想问一下你啊 啊 Muhammad 你这个 piece 啊 你这个 case 你submit了claim 说他是reject你 还是怎样 他reject了 没有 你大概好给我知道一下 看我们怎样uesto 想办法 你解决问题